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机专题 这是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系列 秦永敏的前妻李金方的故事 中国湖北武汉民主人士秦永敏 因为参与民主强活动 主办民主刊物 起草民主文献 筹办民主党派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 先后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 被捕三次至今仍在狱中 狱中生涯累计二十多年 上次这个节目 我们讲述了经历了情感上严重挫折之后的李金方 与秦永敏在争吵中分手 这一集我想继续带您追随李金方 在孤独和苦难中亮枪的脚步 更倾听她内心的穷因 解析她的苦难 认知一个缺乏精神空间的社会 一位独立女性的坎坷 我在北京 我的户口在河北 孩子上学牵扯到很多问题 又没有房子 所以我就非常被动 非常着急 就开始就安排自己的生活 工作和孩子 学习什么的 顺利吗 那一段 不顺利 李金方带着孩子离开了秦永敏 他身无分文 居无定所 连养活自己都困难 他还得养活孩子 还要供孩子上学 当局则时而出现 三年前 他们曾经以栖身之地 报复这个为监狱中的丈夫 呼吁的李金方 三年之后 他们认为 他们又掌握了控制李金方的手段 因为我跟他离婚以后 97年10月份左右 公安局又找我 让我写一份保证书 我估计他可能是已经知道 我又有一份文明工作了 保证不要再跟兄弟有任何关系 如果李金方写了这份保证书 他的生活可能不会有后来那么多年的艰辛 可是他不能写 不是因为他无视苦难 而是因为他不会让自己的良心失去嫁缘 他就说虽然跟他离婚了写一份保证书 就保证以后不要再跟他有任何联系 也不要再跟他的朋友们有什么联系 当时我很气愤 当我说我不可能做那天 我们法律上不是夫妻了 但是我们可以是朋友 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我们私人朋友 当然我很坚决 但是我非常气愤 他们走了以后大概没有多长时间 不到一个月吧 工作又没有 您是什么工作 做记者 在一个那个当代中国 一个杂志社做记者 李金方的生活陷入僵局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秦永敏第三度被捕 孩子被迫在他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来到北京 回来以后在北京 找学校要交两万块钱 没有钱 他被抓以后孩子失学半年 半年在家里待着 一切要从头开始 可是李金方如今不再是一个富有的文学青年 也不再有为父新师强说仇的文学浪漫 他的现实不堪重负 这样的话 孩子就自己在家里边 就拿着课本 我每天早上给他留好作业 晚上回来再教他 这样以后第二天他做作业 那孩子那性格可能就从那时候变的 原来孩子非常调皮 非常活泼 从那以后一下子就变得就沉默了 不爱说话了 怕见人 他们的生活进入冬季不长青草的低谷 你也没收入啊 我就是自己到处去打工吧 给你打什么工啊 我打过多少次工 几十次应该 可能都不止几十次 几十次工 都是什么工工啊 我什么都做 我做过记者 推销员 家教 自己摆地摊 卖盒饭 给公司做秘书 然后做交队 打字 做小时工 卖报纸 然后给别人卖衣服 当收货员 买冰棍什么的 反正就能找到什么就干什么 找到什么就干什么 好的工作 坏的工作 不管是什么 只要能挣钱 只要有人让我来做 我就去干 李金峰不是在生活 他是在挣扎 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文学理想 早晨有时候就三点都起来 大概有几次吧 然后早晨去早市去买东西 三点多起来 十一点都收完摊 然后下午还要去再上别的地方去摆地摊 不停的去那样去工作 就是累自己的身体 除了我今天挣多少钱 我必须要挣多少钱 不知道累是什么 也不知道苦是什么 李金峰像牲口一样的挣饭 挣房租 挣日子 他曾经为了一手诗的心灵振动 交出了自己的钟声 可是现在就是有一百手诗放在他面前 他也会视而不见 生活的重负 把他变成了一个劳动机器 自己是没有思维 没有思想的 更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就每天就那样过 过了几年 就没有办法 孩子 他今天要上学 然后你没有钱 你没有办法 偶尔在疲惫的喘息中 在孤独中 李金峰会打量自己 他会回忆起自己过去的理想 和那些被生活现实击碎的文学梦 那段时间其实我也很痛苦 我不一定那样活着 我跟穷敏结婚就不想为了钱 为了活着而活着结婚 但是最后最终的结局 我是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 所以这让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本来是寻找意义 他找到了秦永敏 但结局却是 他奔理想而去 却失去了初衷 孩子受的苦越多 我就越怪秦永敏 我就越恨他 我就觉得他没有尽量负尽责任 他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苦难 这十几年来 我就一直在这种痛苦 能挣扎着 他不断的反截自己 这时候的李金峰的问题 超过了中国传统 对女性的道德评价 进入了个体人生意义的层面 可是我也知道 他受的不比谁都多 他的苦又是谁造成的 秦永敏的苦又是谁造成的呢 回答李金峰的这个问题 虽然不能回答李金峰困境的全部根源 但却可以窥见秦永敏 做父亲失职的原因 也可以间接的明白 李金峰的困境 虽然非常的人伦化 人性化 但是仍然不能摆脱极权社会的阴影 一般而言 相对而言 民主化的社会 人生的苦难 更多来自人性本身和自然灾害 而极权社会 人生的苦难 更多来自制度 非常矛盾痛苦就老是想挣扎 其实这种情感的纠葛 就是让我可能比那种生活的艰难更痛苦 做一个反抗奴役者的妻子 比一个普通的妻子 所承受的不知道要多多少精神 秦永敏和李金峰携手之前 他们是理想主义者 携手之后 他们的人生角色多了两层 丈夫和妻子 父亲和母亲 这种角色转换的完成 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命运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秦永敏的理想是搞民主 但他现在付出的却不仅是自己 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 神圣爱情的象征 苦难的忠诚伴侣 善良美丽的化身 极权于暴力中 男人们承受苦难的力量源泉 拜金于虚物中 中国失忆于高贵 服灭的标志 华盛顿首纪人物专访系列 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们 莫出的时间是 每礼拜二礼拜四 晚上11点05分 每礼拜三礼拜五 凌晨1点35分 每礼拜六礼拜天 中午12点30分 假如我跟他没有离婚 我为他去奉献生命 就是为他去做任何事 受什么样的苦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都是理所当然的 那现在我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我还要因为他承受这么多的苦难 所以我就有一些不平衡 那几年确实非常非常痛苦 走不住他的阴影 是谁的阴影呢 是秦永敏的阴影吗 人在监狱的秦永敏 能对李金方监狱之外的生活负责任吗 李金方不是一个理论家 他的良知和感受得不到理性的解答 精神的迷惘超过了物质的贫穷 成为他痛苦的来源 这是李金方与很多女性不同之处 可是后来人们也都知道 你根本没有离开他 虽然他自己上监狱里去了 但是你实际上没有离开他 是 我可能也不想背叛我自己 因为确实是我跟他结合 并不是像一般的人那样 就为了生活 为了有一个家是吧 有一个爱自己的人结合的 确实也有很多理想成分在那样 而且他这个人 综合来讲还是让我很敬佩的 尤其是他现在已经做了20年了 我觉得他就是非常非常苦的一个人 其实也很同情他 就是很复杂 那份感情真是非常非常多 各位听众朋友 李金方的故事不容易讲述 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追求 却生活在一个残缺的社会里 他希望做自己爱人的贤惠妻子 却对生活与人性的复杂估计不足 他不习惯从政治的观点看问题 但却没有意识到极权政治 不会放过任何不合作者 他不想让自己的良心受委屈 但却忽略了在一个不鼓励良知的社会里 为此必然付出的代价 你要是没离婚 你还可以探监啊 帮他送东西啊什么的 对我肯定要关心他 就我有那能力 有那权力 现在我是没有任何能力和权力来关心他 因为他是政治犯 如果要是形式犯 他们是求之不得的 正因为他是政治犯 所以他们才这样 尽管李金芳在监狱之外 忍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 他没有顺势转向 把自己送上一列平庸的人生列车 所以这十年你没见过他一面吗 没有见过 你后来这十年都没见他 如果要是一般的人 该走也就走了 该飞也就飞了 该干嘛干嘛去了 我一开始呢 对他愿恨更多一些 也想再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老不甘心 不是因为别的 因为我想要是再找一个人的话 那就只能是为了生活的好 生活的更享受 更平安一些 别的理想什么的 一般的人是不讲这些 我如果要这样的话 我觉得挺对不起我自己那种初衷的 还有一点也是因为我带着孩子 我不想孩子受委屈和麻烦 也是因为我对感情有些绝望 不抱说望了 就想一个人表现出自己那种能力和坚强来 就自己一定要把孩子带好 你说到过他的任何信吗 从监狱里头 没有 就说到一封他写给孩子的信 没有提任何说你现在学习怎么样 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什么讲一些什么美学呀 什么理想啊 人的高贵的品质啊 我说怎么能这样呢 十年了是吧 对孩子不闻不闻 那种大道理就跟书本上一样 后来我明白了 他没有办法是吧 他能说什么 他能写什么 就这样的一封信 就不知道几经周折才能到手里 所以我就完全理解他了 我跟孩子一讲 我们大家都理解他 也就不怪他 说起离婚十年的 在狱中的秦永民的苦难 李金方依然就像诉说自己的苦难 十年完全以外界隔绝了 他连书都不能读 他的眼睛又看不到 可能也没那条件保养 有病也不能及时医治 所以现在几乎就看不到东西了 这个应该对他来讲是最痛苦的 他不仅仅是眼睛 他还有很多病 胃胃痒 肝病 高血压 因为也不给他具体的检查 到底是他给身体糟糕到什么地步 现在我都不知道 从现在算起 距离秦永民的出狱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李金方已经开始一天一天的数日子 过一天呢 就是离出来就早一天 我就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出来 出了以后呢 健健康康的 过好他的下半生 因为我觉得他受的苦实在太多了 十多年过去了 现如今 我们的女主人公李金方 如何评价她过去的苦难呢 其实我也挺感谢生活的 我虽然有这么多苦难 确实也是我的精神财富 因为现在我的朋友 包括二十几年以前的同学 现在人家过得都很好 有家 有房子 甚至于有车 然后我现在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但是我觉得我比他们过得都充实 最主要的也是有一个女儿 她非常懂事 她这么多年的苦难 没有给她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很善良 非常有爱心 懂得去帮助别人 理解别人 这让我感到很骄傲 这就是我的成功 各位听众朋友 中国民主人士秦永敏的前妻 李金方的故事 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 华盛顿手机专题 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系列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北宁 东西南北的北 光明的名 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 我们下周 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